柬埔寨,一个朴素的佛教国度 拥有强盛繁荣的胡歌王朝时期 也经历了红色高棉骇人的时代 现在让我带你们走入柬埔寨首都京边 探索一个战后复兴的美丽国度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和旁边的小铃铛 也可以关注我的Facebook page 好了,坐着嘟嘟去Loyal Palace 好帅哦,外面 现在应该也是留了蛮头大汗的 到达他的大皇宫了 我们不能从正门进入 所以要找侧门那边进 看到了 来走进去吧 10$一个人 10$ 门票就比较贵哦 10块钱USD 一个人 一进来吧 我就看到这个树很特别了 你看他树枝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花开的有一点 鬼厌 他说这个花是早上开的 然后等下下午这样子就挂了 吃死了啊 他花一下子就死了 所以是 早上来才能看到的花 然后这棵树的果实是这样的 这样胖胖圆圆的 这棵树很特别 这棵树真的是很特别 金边王宫是柬埔寨王国 曾经的权利象征和王家住所 属于典型的高棉寺建筑 Welcome to Cambodia 王宫内有大小宫殿二十多座 其中凯玛林宫设有国王的宝座 宝座相有黄金、鑽石、雕塑、极其的精巧 主要镇店里面不给拍照啊 所以大家就看不到啦 要看的话自己来吧 背后这些壁画的故事 我们之前在曼谷的大皇宫也是有看过 他们的画风还有那个故事的拍法的情节 就片层的情节 好像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哦 这个壁画的大概故事是说 有一个美女好像是被魔王捉弃了 然后有猴王为了救这个美女 然后就去找那个魔王打仗 最后就把那个魔王打倒 之后就成功的把那个美女救下了 这边是叫做Silver Pagoda 就是银隔式的意思 排队进去他们的那个店内 又不能拍照了 华王王后的衣服 金碧辉煌 这衣服的颜色是代表星期一到星期日 然后王宫里面的美女 就会穿着这些衣服的颜色 每天这样子出来走 然后国王看到的话 就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了 皇宫里很多地方都在装修哦 所以有一些部分都看不到了 来到了这个华王这边 要在这个厨房买票 外国人就是我们啦 就是1块钱美金 所以买了票就可以上去上面啦 华王就是塔山寺 也就是今天的最高点 是用来纪念一位女神Pen的寺庙 并逐渐发展成为了现在的今天繁华的城镇 这边有一间本头公庙 有一点华人传统的寺庙 现在坐着朋友的车 他要带我们去奥斯克那边去吃一个很特别的食物 搬路 现在把这个停在他们的寺庙里面 然后要走过去那个吃的那边 可是他们说有一点远 这边是他们的郊区 在这边里面买了食物 他们就会去租一个小小的一个亭子 然后坐在亭子里面吃 这个是一些海鲜吸汗的 哇 看起来还蛮串 烤鱼啊 这个就偏 好像是他们的一个小巴萨来的 哇 蛮长的耶 他们就说要在那边卖食物 然后就走去他们的公庙那边吃东西 这边直接有卖酒了 烤鱼烤肉 这个是他们的鱼饼 这个是烤鱼鱼 这样子吃哦 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鱼鱼 谢谢 鱼鱼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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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哪一个 哎呀哦 有看河咧这边 有看河咧这边 好享受啊 这边好舒服啊 太棒了 今天有这么特别的地方 你们下次有来进北京 可以来这边玩咯 买了很多食物啊 这边 啊终于可以开动了 他们买了蜘蛛 来给我吃啊 炸蜘蛛 不便宜哦 这样一只要2000 2000 donate 只要2000塊哦 这个是他们的鱼鱼鱼,其实还有毛的 你们有看到有毛 可是他已经有放sauce 了 它就是这样整只的可以吃的 regards 我看你做什麼 很香的 我看你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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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裡面是在那裡 我看你做什麼 然後他們講它頭會不要吃 可是我另一個朋友講到頭 太頭了它不敢吃 心理 心理障礙 沒有 他講要拿牙齒出來 要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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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薯片的感覺 你看我吃 工具 整個很少 就這樣 要我吃它的頭了 他們剛剛把它的牙齒拿掉了 已經給我吃的差不多了 好 好 表下去是擺設的這邊 因為這邊是它臂骨的 可能是有一些內臟在這邊 所以它的味道比较重一点 它头这边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好像在咬着一些 比较硬的蔬菜 咬断的那种感觉 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 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 我很喜欢吃这个天鸡肉 很好吃 可是它烤了有一点干了 可是煮汤会比较好吃 有些人知道吗 有些人都会吃 我们预备的时候 它就滑进来 然后拿给我们 我还以为它会丢上来给我们 不可能 我以为它是跑过来 哇钱不容易赚哦 它讲它的孩子 从这个里巴这边爬上来 拿给我们 还是跑上来拿给我们 还是它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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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车 它有钓着一个线 然后爬上来 这样拿给我们 然后它又把它食物钓着 然后它小孩子它要拉上来 所以它只是买一疙 所以它不要买 它又来它 然后它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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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amıj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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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两个是 爬着下去 爬着下去 很危险 他就这样子爬下去 这边差不多有两层楼高 他走了 摘小孩就走了 天也黑了 下次你们要去机场的话 记得要提早两到三个小时 因为真的很塞车很塞车很塞车 在幽静河西边 享受着柬埔寨郊区的生活 但看见了人们为了升级 不辞辛劳的冒着生命危险 只为了赚起微薄的生活费 再想一想我们自己 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